你怎么保护他 他再成熟也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三十鞭子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保护他 拿我的命 你喜欢他吗 我明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跟一个 连说喜欢都犹豫不决的男人 我喜欢他 刚才我犹豫 不是因为不喜欢他 而是因为我知道 你不愿意让他留下 我怕他为难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去照顾好他的 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 没有 现在在这个家 有很多事情我无能为力 但是我向你发誓 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 他 他根本就不知道裴家的水到底有多深 他再成熟也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三十鞭子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保护他 拿我的命 我特别不想让他留在北京 但是他因为你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就要看看这个让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他这样 但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会牵扯到我妹妹 她是我谭玄林唯一的妹妹 我绝对不能让她过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想给我妹妹一个安稳的未来 就必须要改变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改变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我听说 你是保定军校的优等生士吧 肯定研究过很多战力 我教你一招 把你父亲当成一个对手 好好研究一下 小子 别让我失望 本期末 我都不得上 你不要用 我给你一个追求 你也用